10月29日,据媒体报道表示,贝克汉姆正在为长子婚礼考察场地了,近年来非常享受隐居田园生活的他,不仅自己在英国乡下添购了别墅,目前还乡住了牛津郡齐平诺顿的农事,想在那为儿子举行了一场令人惊叹的乡村仪式。 这座历史悠久的农事近年来成为了英国名流的热门婚礼场地,拥有一个超大的度假村,而且隐秘性非常好,不用担心被流出婚礼现场。 根据该上帝的介绍中可以看到,这位看似不大的农场居然包括40个小屋和两个巨大的小屋。 除此之外,这个壮观且僻静的度假圣地还设有三间豪华餐厅,一个水疗中心和一个室外游泳池。 当然,这个度假村的花费也非常高昂,仅是租用的费用就高达300万元的费用, 还不包含婚礼的装扮、食物和饮料。